画这些朋友其实很不好画的一点是 有的时候你们觉得画得挺像 可是在我心里可能还是不一样 所以就画得有的时候非常费劲 就哪有一点点不对那个味道 就完全是得重来 张云咖啡里对酒 所以那个一喝点酒脸那种通红通红 阿诚这个脸也特别难画 当时也是费了三天的劲儿 才把脸画得满意一点 小帅这个画的过程 我经常把插笔纸往那个火锅里扔 因为画到这儿我这只可好像是个垃圾框 因为那没得劲都画懵了 怎么把自己画在一个影子下面 就是吸过去比较好吧 都是蹦出来的 每个人都是在前头 那边需要一个人在影影里 我觉得我在那可能比较合适 因为等于是我在观察他们 画他们 也应该画一个我自己这里 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作为一个共同的纪念 我妈妈就是也是个厚犊子的 我也画得一动不动正 那么大顺顺顺 一动不能让我画 我都好心疼 《江江花》的历史非常长 是西洋游画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这个《女照不开》 它这个色彩啊 就像方来方言说的 这种微妙的变化的对比啊 肖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 也许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艺术世界里 画肖像是很冒险的 但是我觉得肖像永在 因为肖像真的是探索一个人的内心的过程 也探索作者和被作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 像这种画 我就想把那个特别拥长的日常生活 给它戏剧化 给它像个乐章一样 最开始月夜 一个青年拿着柴火给大家取暖 到中间的过渡到高潮的时候 是几个年轻人在建设家园树起柱子 像高潮一样 最后像在卖地里的 有点像隔着某种东西 看到一种美好的天堂般的生活 然后最后又回到一种没有人的乐业 当时怎么想画上面这些 就是这些树 当时挺少看你画这样的一些场景 因为等于这是我哥哥家的小院 很荒芜 这农村的小院 都自然生长的树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就没事 我就搬个小椅子 找个小碟子弄点墨水 淡淡地画几笔 像我写这些非常早 美缘附中的时候 我们就老去农村画写生 有时在书写本上写几句 比如记录一些什么颜色 记录一些这是哪 慢慢地就只要画画 就愿意在本上写点 写实绘画离不开叙事性 叙事性曾经被打倒过 但是太粗暴了 叙事永远是写实绘画的最基本的内容和功能 这个东西不要因为社会时照的改变 它的本质是改不了的 所以对这点我坚信不疑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